YDTC 首先感謝YDC 因為他們舉辦了這個比賽 都很吸引的獎項 就吸引了我和我的partner Stephen 一起參加這個比賽 多得這個比賽 就給了一個平台 我們可以幾個人走在一起 都給了一個機會 我們去實現創業的理想 YDTC其實給了很多支持我們 無論是最終還是初賽的時候 其實審議員的意見 全部都是很貼地的 變成是在過程中 我都聽到很多人不同的項目 即是他們可能有些是金融 有些是教育 有些可能是經濟 其實他們都給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從他們的角度 這次拿到了這個獎 首先要非常感謝我的團隊 也感謝我的導師給我這些意見 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比賽 然後我能夠參與進來 能夠跟大家一起去分享我的觀點 真的就是能夠跟香港的小夥伴們 跟香港的這些青年才俊們 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我覺得也是非常值得的 我想最主要我們除了 只是去判斷他們 我想我們最重要的 role 都是去鼓勵一下 或者share一些 用很短暫的時間 share一些experience 希望幫到他們可以有些再成長 去進入不同的incubator 一些growth hack strategy 都可以分享 我相信YDC在這方面 可以培養出更加多的年輕創業家 我們進入Final之後 他提供了一個 mentor 給我 那個 mentor 其實是提供了很多 很值得的 information 給我們 無論是在 business development 上面 還是在後期 expansion 方面 以至是近至就是 可能這個 presentation 我們如何進行更好 他都給了很多 advice 還有很有用的幫助給我們 其實在這個過程裡 我們都認識了不同的 mentor 和不同的隊伍裡面 我們都有一些交流 我們的 mentor Roland 他都給了很多 在做 business 上面的意見 例如是我們如何制定 我們的消費策略 很多不同的意見 如何可以完善我們的 presentation 我們就入到 Final 然後就見到我們的 mentor 他就非常好 就約了幾次見面 在那幾次見面裡面 他真的給了一些非常 practical的意見 然後我們就知道了 原來 business 創業這件事 是顧及到很多不同方面 都更加全面地知道 創業這件事是要怎樣的 Anyone of those that will not be able to make it this year Please come back again and please definitely don't be discouraged because there's only one number one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won't succeed next year so please go back we're willing to work with you work up with your business proposal and come back once again and I'm truly sure that you will shine 其實我這個比賽不是我第一次參加 我前年我已經參加了這個比賽 但是當時很不幸地落敗 但是我經過吸收了一些 Judges 的 comments 或者他們的意見之後 我其實都沒有放棄 不斷去改輪去fine tune 兩年之後 我今天回來這裡比賽 我亦都贏到這個獎項 亦都可能證明到 其實大家只要堅持做下去 總有機會可以做到少少的成果出來 YDC這個是一個很值得參與的比賽 我會推薦你可能開始有些想法 可能想走出第一步的時候 這個可以是一個你的 starting point 然後慢慢再銜接不同的比賽 最終你可以有一個 kick start 的步驟 而令你最終慢慢去到終點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不要怕自己的 idea 可能會太複雜 或者太難實現 你要講出來 去找一些在 industry 裡面 experience 去分享 這樣才可以慢慢把這個 idea 轉化成一個對客的 business plan 希望更多同學 如果你們有心想去創業 有心想把自己的 idea 去 apply 不過來參加YDC這個比賽 所有人都很 recommend 其實無論你是大學生也好 或者可能準備不入也好 其實YDC這個比賽真的不容錯過 如果選擇的話 會期待可以一起去 可以進去